巴黎奥运会正如火如荼进行中 女排项目近日结束的一场比赛中 由未免冠军美国女排 与世锦赛冠军塞尔维亚女排展开对决 历经五局苦战 未免冠军美国女排拒绝逆转 以3比2险胜塞尔维亚女排 而随着美国女排的获胜 小组积分榜上 少赛一轮的中国女排排名 跌至倒数第二 美国女排首轮与中国女排展开对决 作为奥运会的未免冠军 美国女排也是志在未免 没有想到的是 在与中国女排的较量中意外败北 这也是他们近20年以来 在奥运会上首次输给中国女排 意外输球也让美国女排 晋级形势非常严峻 所以第二场小组赛 与塞尔维亚女排的对决 也就显得非常关键 塞尔维亚女排曾经是世锦赛冠军 虽然此前的世界女排国家联赛表现一般 但他们是在已经拿到奥运会门票的情况下 进行阵容磨合 球队多名主力 没有参加比赛 奥运会首轮小组赛 塞尔维亚女排的对手是东道主 法国女排 面对小组实力最弱的对手 塞尔维亚女排兵不血刃的以3比0横扫 虽然取得开门红 但后面两场比赛 塞尔维亚女排都要面临巨大挑战 奥运冠军与世锦赛冠军展开对决 肯定是无比的精彩 比赛过程也是一波三折 令人如痴如醉 前两局 美国女排展现强大的进攻火力 以25比17和25比20连打两局 2比0领先的情况下 也拿到了赛点局 关键的第三局 塞尔维亚女排奋起反击 加强进攻的同时 也加强了篮网 25比20 塞尔维亚女排扳回一局 来到第四局 塞尔维亚女排越战越勇 他们乘胜追击 以25比14拿下 双方2比2重回同一起跑线 决胜局的较量 塞尔维亚女排一度取得8比5的领先 但在交换场地之后 美国女排一攻二防追平比分 此后双方比分交替上升 熬战至15比15的时候 美国女排把握住机会 以17比15拿下 最终美国女排拒绝逆转 以3比2险胜塞尔维亚女排 而随着美国女排击败塞尔维亚女排之后 中国女排的出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 如果这场比赛 美国女排不敌塞尔维亚 那么中国女排下一场比赛击败法国 那么咱就可以提前出现了 如今美国女排击败塞尔维亚 也就是说 中国女排下一场即使击败法国队 也还是无法提前出现 取胜之后的美国女排 暂时位居小组第一 塞尔维亚女排排名第二 少赛一场的中国女排排名第三 东道主 法国女排位居第四 北京时间8月2日 中国女排将和法国女排展开对决 如果中国女排3比0取胜 将上升至小组第一 中国女排能否如愿以偿呢 拭目以待吧 加油